阿蘇最後兩場都沒有上陣 慘了 勇士主場贏不了 球迷是否開始有點擔心 假司機特直落兩盤輸球 還有甚麼好說 體育是… 你太令我失望 你太令我失望 我…令我心紅 不用發覺了 我現在很怒氣 只是你怒氣嗎? 你也令我無法去法國 答錯了問題 甚麼看過的我適合 甚麼說的藝術繁高,我不懂 最壞都是你,下次溫習吧 溫習? 你也算好一點 對,我的誇張真的差了一點 比今天教你兒子的表現還差 女神… 你的誇張是差了一點 但也不夠梳化淚,差一點 她連背心也沒脫 已經沒得到 你說是否真可憐 對,你說美洲國家盃 不是甚麼 對,真的很差勁 不過如果我們女神門 去不了法國 其實是觀眾的損失 所以沒辦法,我們去不了 下一次… 其實損失是否應該是我 其實我這麼多師奶粉絲 法國的師奶應該沒見過我 法國的市場應該由… 是否應該是否應該是一場 我應該是一場 我怕法國的師奶看不到你 又是,好像… 她們很高 很高的 好,跟大家報告 昨晚歐洲教背三場賽事 第一場是西班牙1比0,擊敗至1 我是爾蘭1比1,瑞典 而意大利2比0,擊敗給你試 我現在就跟大家分析三場賽事 但我只選一場,就是意大利那一場 為甚麼會選這場 我只覺得意大利今年整個踢法 是轉變了 他們以前是側重聯防 為甚麼這麼說 你看看以前意大利都失敗在後面 不會跟你做一對一 你一個過了,第二個包 你轉變了怎樣? 經常跟你一對一對抗 但以意大利的防守 他們做一對一 你有沒有那麼輕易角到他們? 而在這一屆的歐洲國家杯 他們轉用了這個防守模式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反而明白了很多 所以如果他們能夠保持昨晚的表現 我相信這一次的歐洲國家杯 會有起出網際的表現 歐洲國家杯的球迷騷動已經接近失控 所以法國政府就頒了一個禁酒令 但不愛的球迷似乎不太開心 這位球迷就說 為甚麼不可以喝酒? 搞事的又不是我們 我們也是想開心 禁酒令是內政大臣頒發的 主要針對比賽城市 在比賽前一天開始 地方政府可以在指定的地方禁止賣酒 希望可以減少球迷生事 令到當局可以專心反恐 另一位不愛以蘭的球迷就說 他都知道酒能烈性 但喝了酒之後又真的會嗨嗨的 我們特地 就是為了看球和喝少許酒 開心一下 暴力是不對的 他們都很不喜歡 亦都沒有時間去搞事 大哥他們山場水又遠地來到 但是看到暴力和足球和酒精 扯在一起 他自己也不太開心 真的不開心嗎? 不過別不開心了 其實看球也可以很開心 不一定要喝酒 經過兩星期的初賽 體育系60秒問答大會之 送你提Euro 終於出現了四強分子 分別有劍神、車神 多仇破彈和天使如魔鬼 到底誰可以去法國 誰要留在北角呢? BB, 四強開播 蛋蛋, 你今天這麼清爽? 對, 熱了 那就好了, 保持熱… 手心飆汗, 怎麼辦? 保持熱度來回答60秒的問題 如果你可以, 你就說可以 Euro第一個入球是用頭還是腳? 是頭的 是頭的 基奧特 Euro16有沒有和波出現過? 有 是有的 好, 剛剛卷入了桃色新聞 是迪基亞還是老亞呢? 迪基亞 是對的 Grace, 劉慕祥, 四月 是在東京還是杜拜的比賽 拿到銅牌呢? 東京? 杜拜的 我們有CM女神拍檔Winifred 剛剛有個拍了一個廣告出街 是洗液還是洗頭水? 我記得是媽媽的 洗液還是洗頭水? 洗液 是對的 黃耀夫是踢過港會還是福建? 港會 是對的 魚蘭城會是潮州人還是客家人的習俗? 潮州 是對的 尼孤州原本是喜寧州還是鴨利州的原名? 喜寧 是對的 香港的士有三種還是四種顏色呢? 三 對的 美國人發明呢? 至你呢 美國 好了, 你現在有七分 很緊張 有個IQ題等著你 IQ題 對 在停電的時候 為何點著蠟燭可以看到電視 停電的時候 點著蠟燭可以看到電視 因為不是在自己停電的地方看 行不行嗎 沒有說行不行 不過我這個IQ題的答案就是 是看到電視機 對,不是在畫面 看到電視機 你剛才看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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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覺得最後的條理是答錯的 真的嗎? 你有七分 我覺得令人失望 簡直是男人的專利 你認同嗎? 我覺得是的 像我家裡的豆釘一樣 經常說吃完飯是他洗碗 誰知道他真的在廚房 不洗, 坐在沙發上 那是你洗嗎? 那我當然要跟你鬥氣 不敢,你叫媽媽洗 結果你們倆鬥氣 然後媽媽去了洗碗 說你們不要鬥氣,讓我來吧 其實有一件事發生在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比較貪心、貪錢… 然後我爸爸跟我們去行山 我三兄弟姐妹 爸爸說 好,你們誰行得最快 就給你們10元 那我大快要10元 我馬上跑… 可能我那時候這樣練習 所以跑得那麼快 對, 跑得那麼快 也是因為謝謝爸爸 雖然我跑得最快的那個 但到現在我爸爸還沒給我10元 所以男人全部都是令人失望的 追債 你不是說我嗎 很明顯關你了 走吧 對,就是半屁股 是不用管,是不付錢的 現在是屁股,不然… 如果最後可以當英雄,當然開心得哭 對,心情輕鬆一點就好 你說可以,我們就開始了 行了 好,可以吧 有 有 有的 有的,法國對羅馬尼亞 法國風爭節是每年在幾月舉行 4月還是9月 四月 四月是正確的 法國同性婚姻法案是344法案 還是433法案 344 344是正確的 呂禮妖第一次參加亞運 是2010年廣州還是2014人村 2014 正確 Dixon的狗是松鼠狗還是西施狗 松鼠 又正確,卓廷除了是籃球教練 他曾經帶隊在學界,是排球隊 還是手球隊 手球 甚麼? 手球 排球隊才是真的 笨豬跳的法源地 是亞魯瓦圖還是新西蘭 新西蘭 亞魯瓦圖 颱風溫代是62還是63年吹襲香港 62 62是正確的 今年立法會選舉是9月還是10月舉行 9月 正確的 我加上一題,我不敢看 暫時你有八題,現在有IQ題等你 快點問我 怎麼了 很緊張 好,希望你如清醒聽到這條IQ題 話說褲仔,你認識的 有一天下班,很辛苦 又熱了,上了巴士 又在車坐下來,打算享受 誰不知在這時,有位老太太上了車 但是褲仔竟然不讓位 為甚麼 因為… 那個… 我突然之間很緊張,我不知道 先想想,對不起 其實… 多給你三秒鐘 褲仔為何不讓位給老太太 因為沒有位置坐 她正在坐 她正在坐? 3… 因為她睡覺了 1、2、1,她沒有睡 因為車上還有很多空位 她睡了夠,也可以 成立過 一駕她不知道老太太上了車 車…你總共只剩8分 不是,我覺得我答得還可以 很可憐 不過不要緊,已經結束了 我可以哭了 體育系60秒 大汶大會之送,你看EURO 勝出的兩位主持 將會去到法國欣賞 歐洲國家報越賽事 當然,順便不少 當然幫我們打花水 她們的獎品包括有機票 住宿和… 大家好,說到歐洲國家盃來計算 其實家長應該鼓勵小朋友看多點 因為看球賽 除了對於地理和國旗 認知得比較好 小朋友的頭腦發育比較好 其實對於歷史方面也很有幫助 譬如說,今天的球賽 頭場就是奧地利 對著匈牙利 說起來就說兩支球 都好像很水 對,但其實他們以往曾經很厲害 叫做歐空帝國,你知道嗎 對,即是存在… 但後來又拆掉了 所以這場是叫做打比的 歐空帝國打比 你不知道我說甚麼不要緊 讀西市的朋友知道,對吧 今天這組的國家盃來計算 其實有個特點 一休息也繼續這樣說 先說著 有個特點,就是那些弱女 不太弱 最弱的都是輸一球 例如阿爾巴尼亞 例如昨天捷克輸了 還覺得她很不划算 反而那些勁女就會被人解僱 例如比利時就輸兩球 今晚來說,哪隊比較弱 同學,問問小朋友 對,大人認識的 一、兩隊好像也不太熟 其實匈牙利比較弱 反而奧地利就叫黑馬 所以如果你要支持 捧場那些藥女 今天就應該要支持 匈牙利 歐洲國家盃最後一組 F組球隊登場 12點會才有 奧地利對匈牙利 奧地利 有超踢球 大家應該會比較熟 好像阿勞到域 富士斯 今季都有好表現 不知道匈牙利的水庫門將 基拉利 頂不頂得信奧地利的進攻呢 斯朗牙道 可不可以贏到大賽冠軍 第一場對冰島當然要贏 葡萄牙還是否一人球隊 斯朗旁邊還是否豬一般的隊友 冰島外圍賽兩勝荷蘭 如果葡萄牙真是看小他們 分分鐘會付出代價 至於地球另一邊的美國 美洲國家盃就會上演 最後一輪分組賽 智利和巴拿馬哪隊贏球 就可以獲得出線資格 巴拿馬和球都會出局 但他們兩次對智利都贏不了 這場似乎危險 美斯上場入三球 今場對玻利維亞又會入多少球呢 但我就說到阿古路發威了 因為這位曼城前鋒 對上兩次對玻利維亞一共入五球 這場兩球都應該最基本了吧 玻利維亞肯定出局了 什麼失望?我就是希望 別玩了,就憑你 別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現在開始 男人不會令我們失望 因為我們沒有期望 太好了 覺得自己的聲音 十何時就能夠 是說? 我們怎麼會 大家 走